本期这一手冷清不会聚 这个点开主角一看 双王牌 四牌是2KD 单牌也是个12KD 大猛男不多说 现在来的圈边来到这个位置 开一会儿 然后正好点一手圈刷 又到了我们的教学时间 像这种麦亭圈 都没有什么固定掩体 就基本上是遵循跟圈边打 而且在这个圈它是有一些坑的 就在这里待一会儿 而且我也是在圈边 慢慢等就好了 听到有后面来脚步了 准备打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四牌王牌 具体为什么要排到我了 我也不太清楚 刷圈了看到泵子直接扫了 在这个地方都说 直接扫一波 泵子后退一站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的数据 现在就是一个三青铜战神 具体是几KD呢 给大家看一下 二连几KD的三青铜战神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说它是科技吧 但它这个数据 不好说 像近点停车了 直接恰例给它炸了 尽量把它给赶走 不要让它在近点对自己产生危险 这个车跑了又来一个车 再给它跑一波 看能不能把这个扫下来 不过叫大家一个看圈的小技巧 现在用双击标这个前方的敌人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小地图上会显示这个标点位置 是在圈里的 待会直接封烟往这里扎就行了 把车开到烟里 用这个烟的高视野来看一下这个圆 现在就知道是右边有一个 左边有一个 那么场上还有三个人 是不清楚位置的 好 OK 后面又来一个车 前面那人出来了 直接开心把它给带走 这个影视非常弱 打了个四五枪 然后在近点来了一个车 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卡烟雾弹视角 来朝我这封一个雷 但是右边这个车它是没停的 如果它停下来的话 就要准备好和它打了 就要准备好 这蹦复超转直接把它给打了 看蹦蹦不打开这多少有点天灵难容了 然后现在圈里 他们是一打一给打死 那场上也就是一个1v1的状况 直接往这边开 用车横一个 横着当一个延艇 看到没前面草地上有个蹦子的 下车赶紧躲一下 它打我 但这个时候反手差一个雷 因为我们是在高破 它低破的话只能吃雷的 我们这雷它的时候 它还会左右躲 那肯定 这个是炸得到的 往脸上封烟 这个雷炸了就可以卡通了 不过它出来了 直接一波可以带走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数据 现在来看 就是开头的那个战神哥 这个单排12KT战神哥 不过这个赛季才完牌而已 轻松拿你